普世教會在今個主日 10月23日慶祝普世傳教節 這是獻給傳教士的日子 來自世界各地教會的傳教士 將會幫助發展1,117個傳教區 教宗也會透過中座傳教禅會支援他們 教宗方濟國今年初發表了 今屆傳教節的主題為我作證人 所指的是從中途開始 直到今日傳教士的見證鏈 如果耶穌吩咐我們作我的見證人 祂的意思是什麼? 我們必須成為中途 我們必須用聖經、行動和我們所能做的一切 以及我們的生命來宣講 天主教傳教士分布在六大洲 他們最常見於美洲 其次是歐洲和非洲 在所有被派遣作傳教的人當中 超過一半是到獻身生活的 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成為見證人 特別是在自稱有宗教信仰的人當中 首先是我們意識到我們是來奉獻的 從那個深度來看就是將自己呈獻給天主 這樣我們就可以將自己奉獻給我們的兄弟姊妹 是有傳教士所派往的139個國家之一 是塞拉里昂 三百略傳教修會的傳教士 在70年前首次抵達該國 那時候他們被召喚到一個飽受戰爭 伊波拉病毒和貧困郵論的國家作見證 在這類情況下 我認為作見證就是與人民同在 首先要傳遞希望 並努力令團體和人民充滿活力 以有愛和寬恕的方式生活 由於作為傳教士就是分享福音 因此任何人都可以在家庭或者工作場所中 成為一個傳教士 但是中座傳教社會明確表示 將一切拋諸老後 前往另一個國家服務 具有特殊價值 同時也是必要的 我們需要從身體力行的人 透過為傳揚福音而放下一切的行動 體現這個信息 傳教士的經典形式 就是離鄉別井去宣講福音 是透過行動以身作則 告訴我們離鄉別井去傳教的重要性 今年中座傳教社會 紀念了幾個週年紀念日 宣佈成為中座機構100週年紀念 以及由該會創始人 在去年5月 在里昂被宣為增幅的 法國年輕女子寶琳瓦利科 成立該會200週年紀念